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一些我们生命里面的问题 是我们直接可以看得到的 如果时间长久了 我们也知道不是这么容易解决的 哪一方面的问题呢 各位 比如说人的心灵的问题 各位 有些人的心灵 奇妙的受伤害 很敏感 很容易受暗示 进到忧患 困苦 甚至抑郁里面 这种心灵的 精神方面的问题 是我们知道相当难解决的 有一些人是坏习惯 生活习惯的问题 生命里面有很多的恶习 很多的坏习惯 懒惰 没有规律 这种恶习 抽烟赌博 这些都是一样 那么 这个不是我们一次立志 能够解决的 我们最近刚刚把家庭乐的信息 讲完了 对不对 各位 这个礼拜过得怎样 各位 回去之后 有些人说 还是老样子 各位 你会发现 我们家庭里面 已经长年累月的 有一些运作 比如说 夫妇之间很容易斗嘴 我们跟孩子之间容易唠叨他们 或者说父母跟孩子不沟通的 比较严重的问题 就家庭里面很冷 彼此很容易数落彼此的 就这种环境情况来讲 那我们都知道 这些问题不是我们听一次道能够解决 我们的人生里面真的有很长久性的 很深根蒂固的问题 那我们知道 有时候我们在一起崇拜聚会 大家欢喜快乐 彼此勉励的时候 我们不是看得这么明显 但是有一些情况出现 环境出现 那各位 马上就会发现 你的血气 你的老样子 马上又会出来了 各位 这些都告诉我们什么 这些都告诉我们 很深切的问题 需要很深切的答案 也很深切的答案 是需要很长久性的答案 很长久性的对付的 不是这么快 你马上立志 你就能得解放的问题 问题是 我们在这些老问题里面 每次软弱又出现 我们一直问 主啊 我们到底几时能够得释放 尤其是我们听到了这么多信息 主要是我们知道我们的问题 我们知道我们心灵的整个的光景 不对眼光 不对 我们跟家人的关系 这样是不对的 但是我们要怎样 从这个地方出来 我们不喜欢那种 我们常常重复失败的感觉 有一个妻子 每次呢 就是情绪来的时候 就打孩子 就是骂丈夫 那个过后就后悔 对不对 过后就后悔 有些人就缺乏的时候呢 就是啊 一直想着钱 然后呢 想怎么赚大钱 然后什么赌博啊 然后就是后悔 过后就输了 这种光景呢 不但是在非信徒的身上 这种的光景 也是在我们圣民 甚至我们听了很多道的人 所以这种叫体制化的问题 或者我们说 我们精神方面的问题 所以尤其是人的心灵方面 尤其是人的生活习惯 已经形成的东西 还有我们最靠近的家人 我们在一起的时候的 那种光景 你会知道的 那都是有一种捆绑性 在我们的身上 那那个难处在哪里 那个难处在那个过程 那个难处在于 我们每次又失败的时候呢 我们的心灵里面 又再次受打击 那种光景 所以很多人 想从这个光景得释放 但是我先跟各位说 为什么上帝 没有马上释放我们 虽然上帝 在我们信主 甚至有时候人 为我们祷告的时候 有一些方面 很快得释放 对不对 有一些 我们的确有经历过 有些人的 有一些的脾气色 稍微好起来 有些人的 有一些习惯好起来 有 但是有一些 根深蒂固 没有马上得释放 各位上帝要你认识什么 上帝要你认识 神就是爱 那爱是什么 请各位回答 爱是什么 格林多前书十三 爱是恒久忍耐 又有恩慈 对不对 所以你要知道 我们人向往的爱 跟上帝的爱 又稍微不一样了 也其实很多时候不一样 我们在极难 忧患当中 我们很想快快出来 我们在软弱当中 很想快快得释放 对不对 但是上帝在那个时候 恒久忍耐 恒久性地向你施恩 恒久性地在你的身上做工 甚至有时候你感觉不到 因为就好像你听了这个家庭信息 那个道已经刻印在你的心板上 但在一年的时光里面 反反复复 起起落落 对不对 那种光景里面 但是你继续挣扎 继续挣扎 在神的面前 主啊 医治我 主啊 改变我的家庭 改变我的眼光 从我的身上改变开始 你这样祷告 按着神的道祷告 上帝恒久忍耐 上帝恒久忍耐的那个恩惠 上帝圣灵在宝座上 为你代求的那个恩惠 继续临到我们的身上 所以到最后 各位才会看见 上帝成就的超过 你所求所想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为什么神不要马上解决我们的问题 为什么上帝要恒久忍耐 然后又有恩慈 再次向我们施恩 为什么呢 为什么 因为上帝要我们的谦卑 各位圣经说什么 上帝赐下更多的恩典 赐下更多的恩典 给谁 给谦卑的人 所以呢 在你跟你的问题 你的忧患 你的软弱 交战当中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知道吗 其实上帝赐下更多的恩典 是你没有想到的 有时候你只有为一样的软弱 主啊我就软弱 在我的心里面 求你医治我 对不对 我们只有为一样东西祷告 但是上帝看我们的生命的时候 有很多样 上帝看我们的生命是很全面的 上帝要赐下更多的恩典 在这个医治我们的过程当中 为你的信心大起来 你的爱心 怜悯的心大起来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不但你的家庭要得医治 在这个过程 你的生命的见证 甚至你喜悦的见证 会安慰祝福更多的人 上帝赐下更多的恩典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各位千万千万 不要小看上帝的作为 尤其是什么 尤其是你不能感觉到的作为 阿们 各位你们了解吗 我们人活在地上 我们用一肉眼看 用肉而听 用我们的心来感觉 但是你知道这一切都是堕弱的 你们知道不知道 这些都是我们肉身的机能 我们用肉身看的 听的 感触的 人讲一个见证的时候 哇 我们的心就是活起来 对不对 的确上帝用这样向我们说话 但是你要知道 神的恩典是大如你能够体感得到的 我现在要讲这个东西 我的信息每一次都是讲 我们不太能够经历到的 但是因为你认识到 信了 等待上帝的作为 期待主 然后时间过了 你会发现 超过你所求所想 在你的身上发生 阿们 所以现在教会呢 很多的教会都知道 人的心灵的困苦 对不对 我们其实活在很舒服的时代 社会里面 但是心灵一直被折磨 很多的忧患 现在的人很多有精神病 孩子很多有压力 夫妇很多对彼此不满的 但是其实生活什么都好 对不对 医学医药什么都有 但是人的病很多 心里的病带来肉身的病 很多很多 所以教会现在很多都是提供很多的方法 很多的医治释放 很多这一类的方法 其实要给人的是什么 叫你马上得舒畅 你的精神马上得解放 你的情感马上舒畅 你的各方面样样 马上好 你能够看到有一些很明显的结果 各位亲爱的弟兄 我并不是反对 我们要这样为人祷告 人在困苦的时候 求主释放他们 医治他们 我并不是反对这个东西 但是你要知道 我们活在一个现实里面 我们的生命里面 一直活在属灵征战里面 一个真实信靠神 活在仇敌的世界 活在这个有罪的肉身里面 他是天天交战的 所以你看保罗的生命 保罗每次常常忧伤的 常常为家人的救恩 他愁苦的 各位有没有 他说似乎有愁 确实常常喜乐 他说我身上 常常带着基督的死 有没有常常带着这个死 为了把基督的生命 那个活的生命 在苦难当中也能够喜乐 因为他与我同在的 那个生命活出来 给众人看 各位有没有发现 我们保罗身上有一根刺 我们保罗身上有一根刺 他求上帝 上帝还拿走它 也没有上帝 没有拿走 上帝说我的恩典够你用 各位有没有发现 保罗的说 我有困苦极难 唯可喜乐 很奇妙对不对 为什么困苦 极难 困苦极难 有什么喜乐 但是他的生命 总是有他在挣扎的地方 他的精神在挣扎 他在牧羊教会的时候 有一些的结果 他没有看得到 有一些弟兄姐妹的软弱 他祷告的时候 还没有起来 他总是有 叫他揪心的事情 各位了解吗 所以我跟各位说 如果各位每一次 去有一些聚会 你特别喜欢 因为马上给你一个 嗨的起来 马上给你得解放的 你不要相信你是真的得释放 长久的问题 深切的问题 需要长久的解决法 长久 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解决了 对不对 他解决的那个浩大的恩典 要领导我们 也已经领导我们 但是我们蒙受 我们享受 我们用到 是经过世间的 各位了解吗 所以这个叫成圣的过程 这个叫成圣的过程 但是各位 你不要小看神的恩惠 很多时候我发现 我在我的人生里面 有时候发现 主啊 我就是一个牧师 我去天天传讲你的道 但是有时候 有些小问题 主啊 就是胜不过 有时候我为孩子 有些揪心 主啊 这个揪心 为什么没有除掉 为什么把我除掉这个东西嘛 给我墙上 嗨 有能力这个东西 对不对 上去没有除掉 有时候我的施工 在施工的压力里面 就啊 让我每次去 好像生灵充满 强承喜乐 能力充满 这样去 但是为什么 总是恐惧战惊 这样去 总是又带着压力 总是又带着 要攻克己身 为什么要 这个东西要去呢 所以我们人 都不太喜欢 这个交战的感觉 各位有没有发现 我们当中有病的 各位有没有发现 主啊 就像有一些人 祷告了得医治 为什么要给我这个病 主啊 要祷告 今天要吃多少药 吃了得好一点 后来又吃错药 又有问题 很多的挣扎 这个地方 主啊 我不是靠你吗 我一来都依靠你吗 为什么要这样过 各位有没有想过 这个东西 各位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真的谦卑下来 你知道你是人 你依靠的 不是你的意志 不是你的理想 乃是神的主权 神的能力 在这个当中 你开始期待 神在你身上做的 不是你自己享有的 我相信保罗 他的人生 他在他身上的一根刺 最后他看回去 他安慰了这么多人 我相信我们当中 比如说有一些有病患的 好像我们安提达 每次就是这样来聚会 是很辛苦的 我们一直为他祷告 我相信这十多二十年 他在病患当中 他如果有时候忽然间 看回去 原来我为这么多的人 祷告 为这么多人带祷 但是你在那个问题当中 你在跟你的忧患 困苦挣扎当中 你看不到 你看不到 有时你感觉不到 甚至感觉不到 所以我要各位明白 就是神是怎么在我们的身上做工 我们要懂得 我们要懂得依靠神 也期待神 特别是期待那些 现在我们还不是这么 能够感触到的 上帝的作为 期待 所以圣经都是应许 教我们期待主 等候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